这是我新设计的一个兰花挂盆 可能各位之前都还没看过了 这是爱迪先生特别设计的 因为我们家刚好有很多这种大型的宝特瓶 这个是6000cc的宝特瓶 那就好好跟他利用一下 恰好因为这个兰花都很大 其实兰花去买那个小小颗兰花 比较好不要买这种大颗 反正大颗的比较不容易种 对 比较不容易开花 那没办法因为大颗的比较便宜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买买一大盘才多少钱 100多块而已 一颗10块 一颗10块 因为他不容易开花 所以一颗卖你10块钱而已 然后我就把这个大宝特瓶设计了一下 把下面切掉 然后用了一块不知不当底称 然后用个橡皮筋把它竖起来 竖起来那这样里面就产生一个高湿度的一个环境 那兰花的话像这种高湿度环境之下 它更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事实上它是很需要水分 但是它又不能不能说一直在那边泡在水里 其实如果说今天我们包很多水苔 它根本就是泡在水里 那我们创造一个潮湿的环境的话 它这个根部可以吸收 但是它又不泡在水里 这个刚好是一个圆弧形 圆弧形大家都知道嘛 有一个集中的效果 这么大的面积 对不对 的蒸花 我们都知道嘛 水蒸花是水气往上嘛 你那个玻璃杯盖着 人家知道 那个这上面都会霧的嘛 它这下面的水蒸花上来 刚好到这边给它的根部这里 那那当然我们这边有打孔嘛 打孔的话 它就是有气流 它就从这边出来 就经过它的根 就有一个循环 所以这个方式的话应该是 蛮符合在兰花生长的一个 条件特性 那再来就是说 像我们以这个 不知不合做盆底的时候 它具有两个好处 一个就是透水 透水那比如说 我们如果放在 污源 放在花园 或是我们在浇水的时候 浇太多 它绝对不会保留水分 多的水一律会流掉 因为它这个是布 不会有积水的问题 再来就是说 因为不知不合有点厚度 它本身会吸附部分的水 草草的 这些草草的水让它蒸花就够了 不是我本身它也是透气吗 所以说 我希望目前这个设计 可以长得 长得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也做了几个 做几个那就是我们可以来 观察它以后这个根部的一个生长状况 是不是果真如果所言的 长得不错这样子 那我也为了这个这个设计 有跟他定了一个一个名字 叫做水磨式 水磨盆 因为因为下面就是一个水磨 水磨 薄磨的意思 一个水磨 所以我称这个叫水磨盆 这样子 这个制作过程的影片呢 是在美美生活日常那边 我有放在那边 各位如果想要了解要怎么做 可以到美美生活日常去看一下这样子 那我们就暂时把它放一边 看不出了 就这样子 多年了 完全 就是这样子